这个季节已经到了红叶最美的时候了 前两个星期我看好多叶子还都是绿的 现在好像红叶已经有红有黄有绿的 颜色五彩缤纷的 应该拍出来最好看 我看上午天气挺好的 我现在刚出门 这个天又好像变阴了 就是有一块乌云过来 把这个太阳给遮住了 但是好像一会儿能散去 我先在周边 我先再走一走 好像太阳马上又出来了 你看这个 我车刚开出来果然太阳就出来了 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这个天气其实拍出来也挺好看的 你看这边天有蓝有白云 有灰色的乌云 色彩特别的丰富 拍着拍着太阳又没了 今天是个阴阳田 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没有 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社区 就是我们家的旁边的这两条街 我现在再找一个地方 我们去年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这边的有一个叫high school 高中那边红叶挺多的 树叶落了满地 那个地方挺漂亮的 我现在去看一看 看看那边今天怎么样 我刚才车从这边开过来 我看这条街树叶也挺漂亮的 这有一些树已经 叶子已经落完了 落光了 有一些是黄的 看起来还不错这条街 这个地方不行了 现在的光很不好 正好一个乌云全部把太阳给遮住了 拍出来感觉像晚上的那种效果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天气 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 现在我还是到前面那个 high school去看一下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high school的这个停车场 这边的叶子已经好多都黄了 但是呢跟去年比 今年的叶子好像黄的有点晚 我记得特别清楚 去年好像也大概是在11月初 我们来这个高中看演出嘛 我就给我老婆拍了一组照片 那个时候叶子已经落满地了 我今天过来看这个叶子好多还没有落 地上还都是草 所以今年可能天气比较暖和 比去年落的要晚 但是叶子已经红的有红黄的有黄了 i want to be so much better whenever you're round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clever to get in your mind cause right now we're not together and I lose my within oh I feel so much better whenever you're round whenever you're round yeah yeah whenever you're round whenever you're round whenever you're round yeah 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说学校没有人 非常安静 这个高中 停车场也没什么车 但是呢 这边有好多的孩子在 踢球 就美国这边的学校都是开放式的 就是到了周六日 节假日的话 这个学校的运动场操场 全部都是对外开放的 这个周边的居民都是随时可以来这踢球啊 就带着孩子来这玩 是随时可以的 行了 这个中学今天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 拍出来也应该效果不会太好 好 我们再去那边走一走 看看路边上有没有好看的红叶 我现在又来到了这个我们旁边的这条街 就是前面有一个广场 就这条街上的这个树叶好像大部分都变黄了 应该拍出来会挺好看 现在太阳也出来了 到了这个黄昏 这个光也比较好 我现在看到了它 是 ved这条街上的那个 就是这条街上了 那就是这条街上了 就这条街上了 就是这条街上了 我现在跟你说 你对珍貴的 是这条街上的 就是这条街上了 But your face remain the same Springs will be here by dark When we finally sober They'll be gone 现在的天气还不错 太阳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估计刚才拍的那一组应该效果还不错的 We'll always remember how it felt A significant life Just what it was needed Cleaned in the blackest night Cloy stood in it just as dead And in the eyes of time Nobody is losing 我刚才转了一圈本来想回家的 但是我看现在的光不错 我又回来了回到我第一站 就是我们旁边我们学校的旁边的这条路 这条路是我每天送孩子接孩子要走的这条路 我刚才是个阴天 效果不太好 所以说现在太阳马上下山了 这个时候我再拍几张 效果应该比刚才会更好 The sparrows will be here by dawn When we finally sober they'll be gone The trees will bloom and eyes will match We'll always remember how it felt 碰到一个老外他跟我打招呼 他问我有没有那个jump 他的车熄火了 我看一下我后面应该有 帮他一下 我刚才下车一看 我那个jump没放在我这个小车上 放在我那个大车上 所以说我现在开车回来 我给他拿过去 就是这个东西 我也碰到过在路上没有电 真的那个是非常挠头的事情 所以说我现在能够拿这个东西 帮到别人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现在给他送过去 好 起动了 太棒了 OK 行了 解决了 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 车里背一个 非要有用 OK 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又回去 他可能是又熄火了 行吧 那我再回去一趟 刚打下来 刚启动 又熄火了 没问题了 开走了 别到开一路又停了 他这个车也够破了 可以了可以了 我看他转向能打了 走了 行了 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我看着他开走了 他要中途再熄火的话 那不然打着了也没办法了 就得叫拖车了 好像又不行了 好 再给他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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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再回去 他又熄火了 又让我回去 对 我给他留电话了 他走一半又熄火了 然后我跟他打着了 他开走了 他可能又熄火了 他又让我回去的 那我就帮人家吧 我估计他那个车 应该是充不进电了 已经 彻底充不进电了 是个巴基斯坦人 我以为他印度人 长得像印度人 我问了他 他说他是巴基斯坦的 他说他还有好多中国朋友 他住在法拉圣那边 还跟我聊半天 看看他停在哪儿 他好像还不在这儿了 他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 看他已经开出去一段路了 在那儿了 在那儿了 这个车不行了 他这个车不行了 冒烟了 行了 这会儿彻底没问题了 他的车彻底坏了 他开一会儿就又熄火了 开一会儿又熄火了 我给他打了三次 已经点不着了 你怎么点他 他已经点不着了 偶尔点起来 但是他已经蓄不了电了 然后没办法拉起来 我问他怎么走 他说去坐公交车 后来我把他送到我们旁边的公交车站 他说他明天再回来 找人过来可能拉走 或者是拿电瓶来修 可能是 他明天再想办法 他问我停在这路边安不安全 我说路边倒是安全的 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扫大街 也不干嘛的 就是你停在那儿是没问题的 这个车也是够旧的 所以说他肯定是车本身可能有问题了 就折腾了大概一个小时 行了终于把人家给安全送回家了 挺好 能帮助到人家也挺开心 我还担心他 我说你有没有存你那个地址 就停车的那个地址 别到时候明天过来找不着了 他说他已经save了 他已经存了 今天拍个照 还碰到这么一个事情 行了现在天已经黑了 赶紧回家吃饭了要